各位朋友 你們好 過去都很忙 因為那個奧運開幕 都很多工作 一直做不停 很多晚上都沒有一點睡 現在有空 終於都放下一些重膽 可以有幾天的時間 可以緩衝 都要賺錢 要錄影片 上一個頻道 為何又會說可拍事件 說之前 首先這些是敏感的問題 我不會跟任何人吵架 如果又不喜歡聽小弟 說這麼敏感的東西 或嫌小弟說話說得慢 麻煩請二肉部便可以了 因為小弟正想分享一些我的見解 所以我這頻道 希望一些高質的朋友去訂閱 看到其他訂閱的朋友都不錯 留言都不錯 為何又會說說他呢 因為我都看到 其實過去五條片 如果大家有看的話 他們這對夫妻 即可白 新何太 其實都是跟著劇情走 為何呢 因為小弟見人頗多 知道他們的結果 結果 結局 諸如此類 會是怎樣 他現在都去到一個叫做 離合的階段 其實 由頭到尾 他們這單都是一個 如果我這樣看 可白是一個晚年的葉緣 我都當他是 他只不過是 建立在一個孤單 和一個肉體的性愛上 第一條片我已經說了 我看到他有些退化情況 一個人的退化 不是說你的行為是否很正常 一個人的退化 是有心智 有你的體格 體格 好像可白一樣 應該是治理到的 但是心智的退化是怎樣 他年輕的時候 應該都是做過小運運的事情 因為他說他做過裝修的事情 在現在這個情況 根本上大家看到 這個新河太已經擺明居馬 是他為錢 其實一個四十多歲的女人 都是想找一個 晚年的 就是為了一個安全感 就想找一個比較有錢的人 當然這個價值觀 在普世價值裏面就不行了 對不對 而這個可白也是寂寞 他打算用基本的金錢 可以買到一段關係 又或者他的腦 這個位置已經退化到 比較單純一點 因為之前那些人都說 會不會是可白是贏家 他做一段股 去糾纏 和馬 會有好處一點 現在就這樣看 就不太好 因為現在就這樣看 你那個新河太 他自己擁有的金錢 都不會是很多 就這樣看 應該基本生活是OK的 但是你說要照顧可白 就應該沒什麼可能 但是那個天是不會說話的 那個天是要有一些叫玄機 就是給一個人 我就看到他現在 可白這個情況 其實那個天已經給了一個玄機 給他 當然那個葉原是他種回來 就是他人為他選擇 和這個新河太一齊 但是那個天也是給一個玄機 就是在現在這個時刻 這個新河太一齊 又說他有一些新歡 之外之類 或者他之前有其他感情 那樣東西 那樣東西 其實這個就是 那個天給可白的玄機 其實我覺得這個天對可白都不錯 就是在他最後晚年這段時間 仍然給到一個玄機給他 真的 如果你說站在一個 有些信仰的人 就會覺得這個叫做幾生修道 如果你說 有些坊間雜族的信仰的人 可能舊河太 就是不想他 他臨老過不了勢 難聽點說 因為臨老過不了勢 真的很慘 那 那個玄機就是說 其實這個新河太已經說 他已經是要提出離婚 又說有新歡 又說有第二個 或者第三個都好 就算不是有美國的阿伯出現 都會有其他 可能山東的阿伯 日本的阿伯 泰國的阿伯都不出奇了 總之他的目標是為了這件事 為了肉體的愉快和為了金錢 他的目的其實很簡單 這是他個人的意願 縱使普世價值不穩在他 但這個可伯未必是 這個可伯現在就這樣看 他說他現在應該退化到 一個比較單純的地步 就是我從他的言語裡 他又不像作假 因為如果作假的話 應該很搞詐 言語的語氣 我聽到其實他的語氣 都比較真 因為我也相信他很想找一個人 即他在寂寞的時候 找一個人陪伴著他 中老 但這個世界是沒有那麼完美的可伯 如果你看到我這條片 我是來救人 我不是來殺人的 我不是依靠你的影片 所謂的流量 我不是靠這些東西生存 你不要搞錯 我是來救人的 可伯如果你看到我這條片 我很想跟你說 其實天比利的玄機就是 既然你另一半都跟你說 要離開你 又或者是將你打落冷功 公諸如此類的事情 其實要離開 為什麼呢 你從頭到尾都是一個業員 當然當局者也有 或者你是不捨得 如果現實上來說 你送這麼多東西給新河太 但基本上你都可能是一個很瀟灑的人 就是 雖然你有計算 就是 我會不會送這麼多東西給他 他又在我身邊 大家會為你 當然是有這些事情 你都不是笨人 你有計算 但現在天比利的玄機給你 就是 新河太已經重複又重複 跟你說這些情況 其實天比利的契機 就是叫你離開 如果你真的喜歡這個人 站在小弟 如果對愛的經驗 愛就是 你不應該專屬去擁有他 總之你可能很喜歡這個新河太 但如果他 有外面的大世界 他已經是攤牌跟你說 我來是為錢而已 你為錢 和為你的可能性能力 你什麼都沒有 我當然要離開 別人也跟你攤牌 你還不離開 你不離開 如果天比利的玄機 你不做的話 就會 以小弟的見識 就會由一個生門 可白 你做了這麼多年 人都應該知道 生門 就會轉死門 以後 什麼都很淒涼 小弟就奉勸 事件去到這樣 大家 你們兩夫妻 都當是一個買賣 你如果 眷戀著一段愛情 這段愛情 其實 就好像學友仔一首歌 日出時讓戀愛終結 你看那些歌詞 真是 沒得挽留就沒得挽留 你賴死不走 你賴死不走 就跟著我講那件事 因為我看到 聽到你 在網上 都有一個比較真誠的語氣 說話 就是 如果 新河太 找另一半 就是你的末日 其實這件事 你就要很小心 其實你已經是退化到 真是有抑鬱的階段 我怕你做傻事 我才聲明 我再 尋起多一次 我是來救人 我不是來殺人 可白 你說得出這件事 我就很希望 你真的看到我這段影片 你其實已經是有抑鬱症 甚至乎 開始有些自毀的傾向 我怕你是做傻事 你說得這件事的時候 你知道了 有很多家庭暴力事件 就是這樣產生 無論你有錢沒有錢也好 有時候 你 你 你控制不了自己 控制不了 真的 這些家庭暴力 或者很嚴重的悲劇 會出現 當然有些網絡上的人 真的 真的 看你們不過眼的人 就會覺得 很開心 那件事 但我不是 我就是覺得 你如果再這樣下去 你真的要做一個男人 有些志氣 這段戀愛終結便終結 如果你不肯終結的時候 一拖泥帶水 通常就會釀成一個悲劇 但是這個悲劇 你自己控制不了 我現在看到你這個悲劇 快發生 尤其是現在暑假階段 這個新河體 自然會和他的兒子相處多些 你繼續做死 甚至乎 你一看到他 如果有其他新歡出現的話 你屈一屈一屈就出事了 我亦透過這段影片 希望其他網絡朋友也好 有時 人 吃花生還吃花生 但有時 這類年的花生 到最後是否還要吃呢 希望大家三思一下 小弟就盤著 一個開解他們的出發點 而錄這些片 因為你一看到我不是錄很多片 但我說的都是一些廢虎之言 如果是新河太看到的話 看到我這段影片 其實如果你對這個可白有份感情也好 應該都很難有什麼感情 因為你只不過幾個月 當你有真感情 但問題是 如果你還有一個善良心底的話 其實要撇脫一些 放走這個可白 主動放走這個可白 否則這個悲劇很快就會發生 如果我的經驗沒有看錯的話 在這裏 你當我猜猜 新河太 我都希望你 其實 找找陣陣 以你這麼聰明才智的能力 找找陣陣 根本上 找到食 找到食 有這麼多門路 也沒有必要糾纏著一個老人家 不論如何 你這個新河太 你自己有鴻圖偉略的大智 但你看清楚一點 這個可白是沒有這些東西 跟你完全是格格不入 你一相處落到現在 你已經知道了 其實如果你站在你最後的良知 也好 或者你真是愛過這個可白也好 甚至乎有一個夫妻情分也好 其實你要不就對她好些 不要當她是阿四這樣做 真是帶她一個好的生活 要不然你就要不放走她 如果不是 這個怨念也好重 我這個肺虎之前就講到這裡 因為可白事件 其實我上一段影片都講過 沒有必要不開咪 不過現在看到 情況都好像準備嚴重一點 真是希望可以救到她們 或者開導她們 因為現在奧運期間 都不想再講這些負面的事情 想講一些開心一點的事情 希望各位朋友 多點分享我的頻道 訂閱我的頻道 好 希望大家 個個都身體健康 個個心情愉快 這些不好的事情 希望社會上少一點發生 我們下支影片見 Thank you 大家 Bye Bye 我們下支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